potroON 520 新政我們要交接了 只剩下幾天 11天對不對 各路人馬都去了 昨天去的是 要求两岸一中 重启协商 然后反对军购 两岸不要打仗 废除反渗透法 共享和平红利 导政文史克刚 这是昨天的 今天是台独的 去要捍卫台湾主权 来请演讲一定要讲捍卫台湾主权 等等等等 就是要加强台湾主权 抵抗中国入岛入户入脑的文教统战 这两边各有主张 到底他的就职会说什么 民进党驻美国代表处主任 叫做彭光李 他说应该是延续小印路线的 另外美国的智库 智库主任说 北京试图把赖金德塑造为麻烦制造者 另外新任印太司令扬言 中国如果在海上扩张 我一定阻止他 任何威胁我们盟友安全的对手 美国就准备对抗 不准你壮大自己 威胁别人 出国证说 我们已经全面做好备战的准备 但是相信 赖金德的国防政策 不会有太大的转变 大概反而就是这个样子 国防部又说了 我们不聚战 不求战 但是我们战备严密都在监控 因为有传出出 520前后中共会来侵扰台湾 不怕 我们准备好了 另外大陆的政治评论者是说 如果赖金德不回应北京的善意 他们就是习近平的台湾就很好了 跟马英九也输出善意了 最近平平输出善意 如果你们都不接受 我们干嘛跟你善意 可能重回强硬路线 另外要如何试善意 到底他会怎么样 他们认为有三种可能 不是也是废话 第一种是朝统一讲 第二种是宣扬台独 第三种是比较折中 这不是废话 反正就是大家现在都在猜 另外台湾的邦交国 会不会这时候跑掉 吴昭燮说520期间不会有事 但是未来很难讲 短期没有问题 他担心有两个国家 另外立陶宛 扛不住中国大陆的压力 要把台湾变成台北 这台湾代表处 台北代表处 等等 变成台北 我们看一下 剩下不到两个星期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和副总统当选人 肖美琴将就职 民进党驻美代表处 主任彭光离表示 美国尊重并欣赏 蔡总统制定的政策架构 赖清德承诺 将遵循蔡总统提出的方向 和观点 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院 中国中心主任何瑞恩认为 北京试图把赖清德 塑造为危险的麻烦制造者 而从现在到520之间 将会是论述之战 兰德公司台湾政策计划 主任郭鸿军表示 赖清德会延续 蔡英文的外交路线 以维持稳定 并且表达愿意 和北京对话的立场 而北京更会在520前后 加强对台湾的军事胁迫 明确传递 对民进党所不满 驻美代表余大蕾表示 持续关注区域的安全稳定 尤其中方军机军舰 频频扰台 造成不必要的紧张 那俊献兄赖清德有没有跟讨论 他的旧职演说 请教俊献兄他的 他的赖清德会不会讲说 你给我一点意见等等 他是这样 就是说 最近会有很多的国外访问团来嘛 比如说有一个 算重量级的美国国会议员访问团 那就跟那副总统在聊天 那赖清德就问他们 你们最近有没有比较重视的事情 他就说 对方就说有啊 你的旧职演说 就是说 那不是赖清德很重要 也不是说这完全是赖清德个人 主要是因为台湾的 在区域政治的重要性 那台湾在地缘政治的重要性的凸显 主要也是因为 中国跟美国在这样一个对抗状态下 当然在第一岛片 尤其台海的情势 大家会特别关注 那美国 中国很清楚就打台湾牌了 我就是施加压力给台湾 那等于制造压力给美国 那对于台湾现在怎么走 我是觉得从赖清德之前所讲的 大概可以比较了解到 他的一些想法 赖清德其实最强调的 就是回归到民进党的党纲的精神 基本上就是蔡英文的维持 维持现状的路线 那任何的改变都必须经过 台湾人民同意 那台湾不可能成为麻烦制造者 如果台湾是麻烦制造者 那国际压力就会在民进党身上 会在我们台湾的身上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大概全世界都支持台湾 大概外交部大概最近 这段时间以来 这一两年才可能有史以来最忙碌 几乎每个月都有国外的访问团来 所以未来台海两岸的和平 这个当然是我们要用思考智慧 来在美中的目前这种状态下 那台湾的空间 我们要自己做调整 然后赖清德其实他过去有讲过 他大概提到三个面向 第一个就是台湾跟自由民主的政典站在一起 第二个就是台湾要提高自我防卫的能力 这两点其实我们现在都会做 第三个就是持续发展台湾的经济 你有经济力你就有国际的 国际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台湾问题越国际化 对台湾越安全 台湾在国际上的地位就在于台湾的被需要性 除了说我们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以外 台湾的经济力例如像半导体 这个其实也是台湾国安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天啊 李委员的讲法 我觉得还是台湾典型的那种自问自答的讲法 我们把刚刚的几条的新闻摆在一起看 邱国阵有点在吓唬王宏威 吓唬一些立地法委员的味道 觉得你们去可能会有危险 自己看着办 我想对那个地方地缘稍微有点了解 美国的演习 美非的军演 距离太平岛还远得很 你连仁爱交路碰不到 还碰到太平岛不要闹 在太平岛的周围的 今天解放军 中国大陆三个人工岛 每个人工岛都是太平岛10倍以上的规模 它的美基礁 它的永属礁 它的储碧礁 三个岛就刚好把太平岛包在中间 坦白讲要不要让台湾的立法委员 或者台湾的领导人去太平岛 是北京在决定的 跟美国跟菲律宾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邱国阵也不需要用当地的情势来吓唬立委 台湾的立委也没有这么笨 第二个就是美国现在内烧的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 我说台湾海峡本来它就有自由通过的权利 可是台湾海峡的法律定义 北京方面来讲最近这两年的时间 它最大的改变就是改变了台湾海峡的法律定义 要小心你可以通过 但是必须无害通过 换教说如果你以为今天任何美国的 美国的就是说有武装的船只 经过这个地方就表示他捍卫台湾的决心 北京的摸摸鼻子就认了错 北京现在对台湾海峡定义 你看到M-53航线都已经开了 你看到解放军的军机 常态性的越过海峡中线 台湾要如何去应对这种的趋势 这是民进党或者是赖清德要有的智慧 我个人建议 台湾应该主动的加入M-53航线 台湾不应该把M-53航线 当作是一条北京的上海飞航情报区 专属的航线 台湾有很多航线 可以飞出去穿过中线之后 对接M-53南南北飞 这个对两岸之间和平会有大帮助 再来就是台湾飞马祖 台湾飞又要飞金门 以后就是这条航线应该相对是开放的 不应该再需要两岸之间直航都要绕飞 那个台湾海峡相对的非军事化 对台湾是有利的 这艘的驱逐舰经过 你有没有算过美国 美国今年现在已经人间五月天 美国今年到底有几艘的驱逐舰 穿过台湾海峡 已经非常少了 台湾美国的驱逐舰经过台湾海峡 年年创新低 去年只剩下四艘 四次 过去我常开玩家讲说 美国每个月来一次像月经一样 现在都已经快停经了 大家都还为他好不容易来一次 好像很高兴 拜托他已经更年起了 他已经要停经了 这有什么好拿出来讲的呢 好像走过一次之后 他好像又回来了 烦恼还童又回 这种不可能的事情 美国在这个地方 台湾海峡 到底谁带台湾海峡 说了算 他终究是实力原则 美国如果你有实力 那就进来 如果你没有实力 你就出去话讲多了都没有用 用喊口号的 不管是 不管是印太司令喊口号 太平洋的舰队司令 都没有用 它是实力原则 美国在这个地方 正在慢慢的退出去 是事实 好 菲律宾的角色 菲律宾当然他自己选的 美国现在挑菲律宾 是因为整个第一岛链 只剩下菲律宾了 韩国 日本 中国 5月26号 中日韩三国的首脑会 人家都要开首脑会了 谁跟你玩呢 韩国的影席院 现在都已经跛脚了 他还能跟你玩吗 日本的岸田文雄 现在是要百分之二十几的民调 你看到五一长假的时候 大陆客把日本 把韩国又塞爆了 你认为日本跟韩国 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 相反的菲律宾是 整个第一岛链当中 最莫名其妙的一个 同样的五一的长假 你看到新加坡也好 泰国也好 印尼 马来西亚的观光客 比去年同期 到大陆都成长两倍以上 大陆的大陆客也一样 大量的进来 唯独菲律宾是冷冷清清清的 菲律宾的特色是 它跟着美国走 没有意见 可是它是东盟里面 最特别的一个 今天大陆方面 在台湾海峡 所有的 我说我们不用 不用的自说 自化 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海外的团体 到台湾来 OK的 可是那是对台湾的支持 明天 明天联合国要投票 联合国193个会员国里面 有142个已经承认 巴勒斯坦是一个 主权独立的国家 请问你联合国里面 会有哪一个国家 出来说 台湾 或者中华民国 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就剩下台湾的邦交国的 那几个了 只会越来越少而已 吴钊燮连立陶宛都搞不定 所以我说在立陶宛的酒 我们也喝了 钱他也拿了 立陶宛也跑了 吴钊燮为什么还活着呢 金燕兄还是要问一下 赖清德的520也说 大家都关切 会不会有什么意外 我认为不会 因为基本上在外交 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国策延续 以蔡英文来讲 他在国际上 就是蔡英文的成就 国际外交是其中一部分 就是说台湾的重要性 台湾的重要性 不是说完全靠我们自己 而是说在这段期间以来 我认为很大部分是习近平造成 就是当你美中这样对抗的时候 台湾的地缘政治 让自由世界体会到 就是说台湾的被需要性 你说在整个国际战略上 的围堵抗中 台湾当然是跟自由民主 站在一起 美国强热的自由航金权 其实不是只为台湾 日本重不重视 日本也很重视 这条也是日本的命脉 好吧 除了这个以外 因为大陆一直说 习近平最近表现很多善意 赖清德在演说 会表示对大陆什么善意 我认为一定会事述一定善意 因为毕竟是一个新的政府上来 这是最好的一个时间点 也是最好的一个开始 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 这个吴钊燮说看到许晓星 把密件秀出来说傻眼 告许晓星很伤心 因为冲击国家利益 而且把两院关系搞坏了 那徐晓星说 这是黄鼠狼给击败你 他哪有伤心 另外 徐晓星说 300万美金会不会变成秘葬 另外朱立伦说 伤心什么伤心 我只能叹一口气 另外 徐晓星问吴钊燮 而且你要不要告捷克政府 捷克政府上面就把这个案子都公布 我们外交部说我们没有办法 捷克要公布我们怎么办 到底要不要告捷克 不可能去告捷克政府 怎么告捷克政府 他们就当时 这是捷克的文件 说台湾跟捷克合作 去援助乌克兰 一个重建医疗的计划 所以捷克不认为这是什么 捷克认为这个好事 不是啊 我们捷克跟台湾合作 去帮助乌克兰 不是好事吗 干嘛是密呢 所以这签到几个 第二个 密是不是随便你外交部 按怎么密就怎么密 密 机密 集机密 它有好几等 密是 如果你所有东西都盖个密 以后各个政府单位 只要这是怕立法委员 去开机会乱讲 就给你盖个密 你讲你就泄密 这个不可承受之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是300万美金 到了捷克 还要从台湾再买去 这也很怪 因为你在台湾 如果买300万美金的东西 将近1亿 非要经过公开招标 这种手续 这样是不是就不用了 再买就好了 以后圆外可不可以 都这样子 这是另外一个 外交部要说明的 吴钊燮被徐晓星轰 说是失职丢脸 因为捷克官方 已经公布了这个密约了 这是我们认为的密约了 另外有媒体人说 吴钊燮明明知道 打这个官是不会赢 还要高 说外交部把自己当成側翼 我也认为不会赢 怎么可能赢 第一个 你那个是个密 你随便盖就是个密 随何主 你是密 密大家都不能讲 有弊砖也不能讲 立委不能讲也不能问 这很奇怪 另外蔡正元说 这是小吃店 跟巴西蛋的翻版 就是无鬼搬运 就是你借着圆外 结果你叫他买台湾 可能你主意的厂商的产品 就转一手这样 我们看一下 他把那个文件拿出来 就秀给记者看 已经出去了 他已经傻眼了 外交部因为密件事件 杠上徐晓鑫后 部长吴钊燮 以速度上媒体解释 被设定成密件 是因为我们检视过 说这个出去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国家的利益 或影响到我们的外交的利益 那我们检视的结果说 这个会影响 那对我来讲也是很伤心 就是说我们台湾的外交处境 是相当的特殊 那造成说行政部门 必须要去告立法委员 部长很伤心 要告徐晓鑫是逼不得已 更透露开告前 府方其实也窒息 府里面决定 那府里面的一些长官 也跟我们做一些意见交换 是 那我们的这个决定 也受到他们的支持 事情全因为徐晓鑫 质疑外交部 透过捷克援助乌克兰 相关文件被列为机密 无法让立委监督 其中晶圆动向 他欺骗了立法委员的感情 他们所告的泄密 可能根本不会成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 所有的东西 早就已经被公开了 然后所以他们现在才会改成 想要打这个悲情牌 跟感情牌 我就问大家一句 以前陈吉仲也常哭啊 那有人相信他的眼泪吗 徐晓鑫回击要讲都来立法院讲 而先前也有人质疑 这透过第三方国家援助 早在国民党执政时期 就有先例 杰克也公布了 援助的事情有什么好 有什么好 有什么好保密的 所以是人道援助 又不是援助军事武器 外交部那么大 我没有经手过 什么第三国援助的事情 今天吴昭燮在广播里面 还谈到了就是立陶宛 他会不会从台湾办事处 改成台北办事处 他斩钉截铁的说不会 所以我在这边也呼吁吴昭燮 如果未来立陶宛 真的把台湾办事处 改为台北办事处的话 那么吴昭燮 你要不要请此下台 因为每次在断交 他都说不是他的问题 这都是中国打压的问题 但是这个他很有信心 因为其实我们对立陶宛 真的已经是什么都给 我也曾经讲过 甚至我们在讲半导体 当时还让工研院去买了 这个半导体的技术 那么转移给一个私人机构 立陶宛真的是改一个私人公司 这件事情是事实 我们对立陶宛 已经做到这样人至意境 而且这个规格实在是非常非常高 所以立陶宛的办事处 如果从台湾办事处 变成台北办事处 我任吴昭燮 他一定要有政治责任 那回来谈到这个泄密的问题 这有几个问题 就说因为他是不是密 他的就是要把一般的文件资料 把它变成密 这都是外交部自己决定 事实上我们现在就说 我们援助给乌克兰的部分 其实有很多他并不是密件 其实我们也有掉一些资料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说 我们不希望外界知道 我们援助乌克兰 这是没有道理的事情 因为你有很多的资料 你并不是密件 而且你让大家知道 过去吴昭燮还甚至说过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如果说你怕得罪老共 我们怕得罪老共吗 那事实上你援助乌克兰的话 美国会给你拍拍手 美国是很鼓励你的 所以第一个 我们不会怕外界知道 我们援助乌克兰 好那第二点就说 我们怕外界知道说 我们透过捷克来援助乌克兰 那这也不成理由 尤其在昨天许小星又踢爆说 你说这个是密件 因为他讲说 这会给捷克带来麻烦 结果捷克的官方的期刊里面 在三月底的时候 就把这一些的资料 登在他们的期刊里面 所以捷克一点都不觉得麻烦 捷克也不怕会 什么老共说不爽 说你怎么帮台湾去援助乌克兰 可见捷克也没有 所以所有你说 要把它列为密件的理由 事实上都不存在 那为什么 其实我觉得现在外交部应该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把这个资料列为密件 因为现在看起来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那个30%到40% 要回台湾来采购的部分 这个部分反而是真正的机密 因为你没有透过公共采购法 所以这才是你要列为机密的原因 所以这个外交部要说清楚 我先问一个问题 援助乌克兰是羞耻的事情 还是光荣的事情 是光荣的事情 美国应该这个上百亿的经费 给乌克兰 国会通过 而且还公布不知道 支援什么样的项目 连军事的武器等等 都列得清清楚楚 F16等等 那我们今天透过捷克去援助乌克兰 我们还是相关的药品 医药方面的事情 是很人道救助的事情 这么光荣的事情要赶快公布 而且要让国人知道说 虽然我们现在外交处境这么困难 但是我们穷救一切方法 来支援乌克兰 作为自由世界大联盟的一员 所以这件事光荣的事情 不能列为密件 那再来 你捷克过去几年 跟着大陆都不好了 捷克的这个参议院的院长 前两年来台湾不是风风光光吗 他也不怕中国大陆的叫嚣 如果今天捷克真怕中国大陆 他就不会经过你这一手去援助乌克兰的 所以捷克根本也不怕中国大陆 那民进党政府更不怕中国大陆 所以大家都不怕中国大陆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要把这个列为密件 而且还是人道的救援 所以我觉得吴钊燮应该公布一下 400万美元的所谓医疗方面的东西 到底是什么 是纱布 是药膏 这个双氧水 还是相关的其他的医疗器材 知道一下台湾哪些东西 可以用在战场上 所以我觉得不要拿密件 去做一个借口 如果说我今天通通不想负责的话 以后外交部每个都密件 而且这件事情 对台湾造成什么样的伤害 没有 你看过去达政案 然后这个南县专案 都是密件 都不准谈 然后最后发现的都是弊案 我觉得还有很诡异的地方 就是说我刚才特别查了 我们的外交部的资讯网 我们向来在过去这段时间 恶物战争发生的时候 我们援助乌克兰 是敲锣打鼓援助乌克兰的 还登在我们的外交的资讯网上 所以我们总共 从哪一 从过去这几个月当中 援助乌克兰 什么七所医疗机构 总共580万 先前又援助了300万 所以加起来总共880万 所以这样子一个部分 都堂而皇在写在上面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说 为什么要透过捷克 为什么要透过捷克 我们曾经直接援助乌克兰过 我们也可以继续援助乌克兰 为什么要透过捷克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提出一个记忆是在于 是徐晓鑫提出来的提出 为什么有一部分钱 要回到台湾再过去 但是我要提出另外一个提出 为什么要透过捷克 事实上大家不要忘记 捷克在这段时间当中 就是我们依赖捷克 帮我们似乎凸显出若干 国际之间承认台湾 或是说有新的 可能的办事数等等 这样的一个机会 跟这样的可能性 事实上在这一笔相关的 这1000万美金出去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样子 公开这件事情 是捷克的国会议员来台湾 我们当场允诺说 我们要希望麻烦他们 帮我们捐钱去给乌克兰 所以有没有可能 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个中间的是捷克的 卫生科技院 为什么要透过捷克的 卫生科技院去处理这个事情 所以到底在台湾 是谁在处理这个事情 在捷克是谁在处理这个事情 然后才到乌克兰去 他多少钱进了乌克兰 我觉得这个问题 事实上是目前 外交部不需要告诉我们的 因为过去也曾经有过 像美国的国会议员 确实是敲若打鼓来台湾之后 然后我们就答应了 一笔波音的订单 这部分事实上跟这个 确实是若有符接 就是有点像这个类似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疑问是 吴钊燮不要说我好伤心 我不知道他在伤心什么东西 如果你这个话不讲清楚 我们更伤心 因为这个钱不算少 三亿台币 休息一下再回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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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